欢迎王博杰 很多演员出道的第一个作品 就是音乐录影带 包括我也是 所以我想谢谢台下的音乐人 就是你们给了我们演员 很好的就业平台 谢谢你们 然后 今年入围的七支MV里面 我很荣幸地参与了其中一支 我们的逸琳姐姐 她从去年发片到今年 她自费拍了八支MV 创造了许多的就业机会给大家 她是真正的大词参加 好 那我们来看最佳音乐录影带 奖入围的用 最佳音乐录影带奖 去年冬天 秋火场 我只在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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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个为 أي donner 走路偏人还里 我只在乎你 和乎你 相Really 过去年冬天 你能被打破 只会当成的勇敢 与 mand 红 音正好 第31届金曲奖 最佳音乐录影代奖 得奖的是红 以导演视角延伸 翻转影像跟词曲的结合 镜头细密地刻画 小人物的飞行无奈 懊悔在思念里 提醒观者 把握每个说出口的机会 谢谢大家 我想要先跟我工作室 Spacebox Studio的人说 我们终于走到这边了 对 谢谢你们 然后 好 然后我要谢谢金曲奖 谢谢评审 谢谢香芝音乐 谢谢高五人 香子 子晴 阿卓玉山 然后有你们的信任 我们才有办法拍这支MV 然后还有谢谢我们的MV的 所有演员 琼璇姐 琼璇姐 谢谢你 真的谢谢你 好 黄关志 袁康 紫玉 谢谢你们这些演员 这个MV才有办法实体化出来 还有谢谢剧组的伙伴们 大家应该都有来 莫凡 彦勋 紫瑶 克拉克 大嘴 豆豆 周玉生 枯米 小光 有你们我们的MV才会完整 然后我觉得好的音乐是会走到我们的生活里面 然后我们只是从生活里面汲取一些养分来拍摄而已 所以谢谢音乐 谢谢金曲奖 然后拍MV真的很辛苦 但我们会继续拍下去 谢谢大家 第一次来金曲奖 比我前几天没得奖还紧张 那我们就直接来看最佳装真设计奖 陆维的友 最佳装真设计奖 严伯俊 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 肯定 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 廖小子 鸡腿便当 吴建龙 我们以后要结婚 无情花数字 走走走不断 我心花意 于如此 缓园的你 吴建龙 曾建盈 VJ4 有些人在听说 那是谁的问题呢 每人在听说 何嘉兴 海光之声 用淡雅的视觉语言 精准表现出音乐的力道 不论从纸质 印刷 插画 版面布局 都值得大家细细品味 大家好 我不是何嘉欣 但是我是海光之声这张专题的制作人 我是钟慧君 来自台东成功 何嘉欣前几天有把他万一得奖的感言给我 他说 谢谢评审 评审的过程是对价值的叩问 赋予荣誉也提醒创作工作者的文化责任 谢谢Candra摄影里南国的颜色与温度 中西子子拿吉尔桑老师画里的声音 还有悉心照顾专辑样貌的应物 陈其胜先生 还要谢谢制作人慧君 卢伟 音乐里传递台东成功镇生活的风土 也传递着我们共同的生活感受 因不同时期殖民的历史 而无法衍生出台湾的主体文化 岛上人们抱持着不同的价值观 但一代代愿意包容尊重 持续耕耘的人们依旧奋力生耕 所以岛上至今存有自由丰富的生活样貌 这是我们值得珍视的价值 自由共生是这块土地的样貌 参与芦苇专辑的设计的过程 我最深刻印象的是 跟人们一起持续在这块土地上生活 我在这边我也想以一个小小的成功证证明 还有音乐制作人的角色 要谢谢过去在2012年 一直到现在海光之声 这是我们第三张专辑得到装真设计奖 我要谢谢过去为我们专辑设计的每一位老师 因为你们的努力跟独特的美学 让芦苇的音乐显得更有意义 然后我也希望大家有机会来到台东成功 看看嘉欣老师帮我们设计里面的天 天光海色就是一如翻开的这张专辑 一样如此的清澈美丽 谢谢大家 谢谢支持我们海光之声的每一个人 恭喜得奖者也谢谢颁奖人 恭喜得奖者还有谢谢王伯杰 今年特别贡献奖的得主是黄瑞峰老师 让我们来看一支VCR 来认识这位台湾古王 台湾的节奏是什么 有一个人他的鼓声每一个台湾人都听过 他录音过的曲子超过十万首 大家心中的金曲 一样的愿望再回首 酒后的新声明天会更好 通通都是他的节奏 他的鼓从当年十七岁入行 一直敲到当阿公的今天 仍然在为华语音乐贡献 他的鼓从俱乐部开始打进了电视台 打进了录音室 甚至连国家音乐厅也被他打进去了 当年我们的音乐教父李仲胜 在他面前是个买便当的小弟 当年我们的音乐精灵王运灵 在他面前弹琴紧张到手指会发抖 现今华语音乐圈所有闪亮的星星 通通都喊他一声黄老师 他是鼓手但远远不只是个鼓声 他的才华在经典的年代 写出了红荣红的 曼森塔高声美的思念在语记 他的热情在当今的乐坛 提起出一代又一代晋级的鼓手 用被他启发的节奏 来为华语音乐定牌 台湾的节奏是什么 我想就是台湾鼓王黄瑞峰 刚刚在后台有人告诉我说 在台下做了很多演艺界的 我的好朋友们 老朋友们 欢迎我呀 大家好久不见 台湾鼓王黄瑞峰 黄老师 是鼓手界的天才 音乐界的长青树 唱片界的神级人物 欣赏他的表演 让我们所有人都看得目瞪口呆 叹为观止 从我的第一张专辑 《孤独之旅爱我》开始 有幸邀请黄老师加入我的音乐旅程 到如今我们合作了 二十多张专辑 两百多首歌 他帮我打了两百多首歌 七十多场我的个人演唱会 就在五天前 我们还合作了一场 小型的我的个人演唱会 我还记得 有一年 我们短短的一百天之内 我们合作了四十场的个人演唱会 我们形影不离 一师一友 建立了很深厚很深厚的情感 他是我的超级偶像 更是 我是他的粉丝 头号粉丝 常常跟他说 把他的那些丰功伟业 申请世界记录 他笑着 总是跟我 很 很 很含蓄的 很腼腆的 笑着跟我说 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 这就是我认识的 王瑞峰 王老师 他的造诣是那么的不可思议 但是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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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谦虚 我加入歌坛 三十六年 在这个晚上 我能够代表 音乐界的同仁 把金曲奖 特别贡献奖 从我的手中 献给王老师 对我来说 是我的音乐生涯里 最重要 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更是我无上的荣耀 接下来有八位鼓手 他们来自不同的乐团 但相同的是 他们的鼓 全部都是传承自 王瑞峰老师 今晚他们即将首度 公开同台 为各位带来 登峰造极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音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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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楽